绚烂焰火在空中绽放 让人目不转睛 距离跨年不到一个月 各地也纷纷公开活动消息 高雄市就宣布时隔两年 要重回孟时代举办跨年晚会 还会有180秒的亚湾跨年焰火 今年的跨年与以往不同 我们有双面舞台跟焰火的表演 那舞台在时代大道上 两面分成未来式跟进行式 我们要让民众体验到 无限可能的舞台声光效果 不止焰火舞台吸睛 高雄跨年也唱会卡斯也很精彩 邀请当红乐团告舞人惊喜开唱 而台北最嗨新年成 民众则是可以在市民广场 一睹维里安 9M88蔡建雅等人风采 至于桃园在高铁站前广场 不只有宇宙人白安 还有MP成员的回忆沙 台中市政府则是办在水南中央公园 邀请了周星哲 天王星等艺人 另外一边利保乐园 也有原子少年望福告舞人打对台 台南也不遑多让 要办在市府旁 由炎雅伦 瑞如轩 艾姨两等人热情献唱 比较近啊 去台北比较远啊 比较塞 可能就想说在家一块这样 人多还是会害怕 因为我比较不喜欢人挤人 如果有空的话会去 去看一下这样 也会啊 因为这样比较过节气氛嘛 不想人挤人 民众也可以找个好地点 欣赏焰火秀 除了台北101 高雄艺大也将释放 999秒的大型立体艺术焰火 艺后脱口罩第一场跨年盛事 还没有登场 已经让民众相当期待 欢迎新闻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